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进一步适应边境作战的需要设立了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节度使 然而节度使制度却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保卫边境维持国家稳定的同时 也在无形中分化了国家对于地方军政掌控的权利 当中央与地方节度使的微妙临界点失衡 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足以将整个帝国推进深渊的灾难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灾难竟然就在看似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爆发了 一夕开元全盛日 小翼游藏万家世 稻米流之素米白 公司苍林巨峰时 唐朝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曾盛极一时 可是到了玄宗皇帝统治中晚期 玄宗认为天下成平国富民风边疆稳定 一改早年之勤政将权力下放给了当时的宰相李林府等大臣 自己则追求起了安逸奢靡的生活 一意享受 皇权近乎真空 这便给了李林府独揽大权的大好时机 李林府出身唐朝宗室 有才干知进退深得玄宗赏识 天宝年间出任宰相 玄宗甚至将朝廷内外事务全盘交托此人 足见信任 唐代宾赛将领功名卓助者往往提拔到朝中当宰相 李林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 便极力堵塞这条路 他主持朝政期间大肆提拔胡人将领担任各地节度时 因为胡人小勇善战却缺乏政治能力 既可保卫边境又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 安禄山便是这些胡人将领之一 安禄山本姓康 明札洛山素特人 出生于盈州柳城 自幼丧父后跟随其母改嫁突厥藩官安严严 所以改名为安禄山 他极具语言天赋 掌握着六国语言 凭借一技之长 在边境市场中充当为胡人与汉人翻译的玛丫狼 之后因其头脑灵活处世激情 被当地官员张首归看中 并收为养子摆脱了低贱的身份 跟随张首归安前马后甚是得力 不久后张首归因战功升任范阳节度时 安禄山紫平富贵也称为了迁卢将军 又通过义父的关系 有机会接触到朝廷上层官员 很快就无师自通 通过贿赂朝廷御史谎报功勋 获得了玄宗皇帝的赏识 同时巴结上了宰相李林府 安禄山的出现 郑重李林府的下怀 作为常年驻守边境的胡将 安禄山小勇却缺乏文化素养 无论取得多大的战功 都无法取代李林府在朝中的地位 二人一拍即合 安禄山成了李林府 胡人治军政策树立的典型 天保元年 安禄山在李林府的提拔下 升为平卢节度使 摇身一变成为地方重将 由此取得了 进京面胜数职的资格 安禄山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入京后 利用幽默阿余的言辞 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天保三年 玄宗加封安禄山为泛阳节度使 安禄山身兼两地节度使 实力越发壮大 安禄山因身体肥胖的缘故 一派大富贫贫的体态 很是滑稽 为人又诙谐 玄宗皇帝晚年 纳杨玉桓为贵妃 对其宠爱有加 自觉由此家人六宫粉带无颜色 整日私混 为博取爱妃一笑 玄宗并再次入京树职的安禄山 拜见杨玉桓 安禄山混迹市井多年 善于察言观色 看出玄宗对杨玉桓的宠爱 因此在拜见前 做足了功课 精心策划 等到正式拜见时 他故意做出不合礼仪的举止 首先扣见杨玉桓 其次再扣见玄宗皇帝 这种僭越行为 自然引起了玄宗的疑虑 玄宗则问安禄山 安禄山则不卑不亢回答说 自己是藩人 按照藩人的礼节 拜见上级或长辈 就是先拜母亲 再拜父亲 装出一副忠厚鲁顿 不安适适的模样 此话一出 果然成功得到了 玄宗与贵妃的欢心 玄宗认为 安禄山不同于 尤嘴滑蛇之徒 赤臣真实 值得信赖 随其让杨玉桓 收安禄山为义子 并给予他可以随意地 出入皇宫的特权 安禄山得到 玄宗皇帝的信任 又有着宰相 李林福等权臣的支持 仕途自然平步青云 不久后 安禄山又被加封为 河东节度使 授予爵位 东平郡王 自此 安禄山一人身兼 三帝节度使 手握兵甲二十万雄聚北方 替朝廷抵御外族的侵袭 被玄宗赞为 安边长城 完全是大唐忠臣的形象 然而 安禄山内心的想法 截然不同 与实力一样 迅速膨胀的 还有他的野心 安禄山多次入朝 已经看清了朝廷的腐朽 更明白 在当今天下太平的粉饰下 是不堪一击的中央禁军 管理混乱的政治制度 以及物语横流的官场人间 天子兵强 马者为之 这花花江山 他年老昏溃的李隆基 做的我安禄山 为何做不得 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 与对朝廷内幕的探知 安禄山对大唐游最初的敬畏 开始转为清世 不臣之心已在无形中滋生 但毕竟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对一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李林甫 以及创立了开源盛世的玄宗皇帝 还是忌惮万分 一直压抑着自己的野心 按照安禄山的计划 他本打算等玄宗与李林甫死后 再举兵图谋天下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后续发生了两件大事 却逼得他 不得不加快了反叛的步伐 唐玄宗在位期间 唐朝国力强盛 微服四海 中原地区 成平日久 中央禁军 空有编制 但缺乏训练与实战 战斗力严重下滑 更有甚者 长安世家豪族 为了谋取官身 更将族中子弟 安排进禁军任职 禁军成为顽固子弟 谋取官位过度的阶梯 如此更加剧了禁军 整体战力的衰弱 与此相反 唐朝廷对驻防边疆的军队 过度信赖 管理却日渐松弛 以至于慢慢失去了控制力 安禄山掌控下 平鲁 范阳 河东三镇 兵强马壮 而且领地接壤 无疑是启事的沃土 他本人则深得玄宗的宠信 朝内外人脉通透 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 都堪称手眼通天 人对权力的渴望 永远也不会满足 安禄山也是如此 天宝十年 宰相李林府逝世 杨国忠继任 杨国忠为杨玉桓堂兄 借由外戚关系 同样深得玄宗信任 此人本为世锦义无赖 既无李林府 口密复建之常府 又无治国安天下之才干 全凭攀附贵妃的关系 得以上位 这一政坛变化看似正常 但对安禄山而言 却是一个契机 按理说 安禄山与杨国忠 都因为杨玉桓才得以显贵 本该精诚合作 可是事实 却并未如此 杨国忠早年 与李林府不合 李林府死后 杨国忠诬告其意图谋反 致使李林府死后 惨遭抄家 而安禄山的起家 又得益于李林府的提拔 旧堂书写道 李林府为相 朝臣莫敢抗礼 禄山成恩绅 可见李林府是安禄山 在朝中的靠山 杨国忠执政后 新官上任三把火 首要事项 自然是要打压 李林府的救人 安禄山不可避免 成了他的首要目标 安禄山本人 也对这位并无真才实学的 新晋宰相十分不满 无论出于攻心还是私心 杨国忠私底下认为 安禄山必反 为彻底根除这个潜在的威胁 杨国忠通过各种渠道 收集安禄山企图谋反的 证据并不断地上奏玄宗 诬告安禄山有不尘之心 安禄山不甘被动 也搜罗杨国忠做宰相期间 官吏贪污 政治腐败的情况 向朝廷控告其作为宰相的失职 一来二去 两人彻底决裂 水火不容 不过单凭安禄山 与杨国忠政治上的矛盾 也不足以 让安禄山将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起兵造反大逆不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决定性的事件 迫使他最终铤而走险 安禄山在早年 授封东平郡王之时 曾入朝拜谢 玄宗皇帝为表示 对安禄山的器重 特意带上了太子李亨 一同接见安禄山 安禄山虽为边将 但在京中耳目众多 且与当时的宰相李林甫 关系颇深 对朝中事务了如指掌 他知道 玄宗对如今的太子李亨 并不是很满意 且李林甫等大臣 也经常在玄宗面前 举荐寿王李茂为太子 玄宗的态度则很暧昧 寿王李茂 是玄宗早年 最为宠爱的五惠妃所生 从小聪慧 深得玄宗喜爱 更不足为外人道义点 李茂是杨玉桓的前夫 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老婆 始终心怀愧疚 所以当时的朝中 都认为李亨 只不过是因为年长 而过度的太子 寿王李茂才是众望所归的选择 也由于这个缘故 安禄山对李亨表现得十分轻视 安禄山在拜见玄宗与李亨时 只对玄宗行礼而无视太子 在掌管礼仪的官员喝释后 安禄山又装作一副茫然的样子说 自己是胡人 只知有天子 不知有太子 安禄山真诚的话语 自然是得到了玄宗皇帝的原谅 但也彻底地得罪了当朝太子 只是等到李林府逝世 玄宗也没有更换太子 安禄山眼见玄宗年事已高 李亨成未来天子已成定局 不禁担心玄宗死后 新皇帝会对自己秋后算账 进而恐惧不已 同时得罪了朝廷第一权臣 与未来的皇帝 安禄山深感前途惨淡 最终选择放手一搏 但他毕竟心思缜密 先期紧罗密谷做了许多准备 天保十一年 安禄山向玄宗极力推荐同乡人 史思明担任平庐节度使 史思明也是胡人 与安禄山早年 共同为张手归效力并相识 后来长期追随安禄山 是安禄山最得力 最信任的心腹大将 史思明如愿以偿 成为平庐节度使后 唐朝廷的北部军区 几乎已被安禄山控制大半 天保十二年 安禄山动用政治资源 谋取到了群木总监的官位 掌握各郡两马 凡是两马皆优先被选入 他的大本营泛阳筛选 再转送中央及其余军区 如此使得其军队的机动 与战力有了极大提升 他还大肆地加赏所部将士 收买军心 先后提拔了五百余名将领 此外 安禄山更在泛阳城外 另驻高城 对外声称祖欲敌寇 实际则在城中积蓄兵器 粮草 并招降 西 契丹等八千湖人将士 全部收为一子 留在军营 日夜操猎 引为强垣 为进一步收买边疆湖人部落 安禄山又在天保十四年 禀告玄宗 以藩将三十二人 代替汉人将领 排除一击 将朝廷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降到最低 将军权牢牢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安禄山种种行径 太过明目张胆 当时就有不少人看出了 他的司马昭之心 宰相杨国中 太子李亨等忌惮非常 更是日夜劝谏玄宗皇帝 及早处理安禄山 可是玄宗对此充耳不闻 自认为了解安禄山的秉性 坚信安禄山不可能造反 不但对太子百官的建议 置若网闻 反而屡屡应允安禄山的请求 经过近两年的苦心经营 安禄山积累起了 雄厚的政治军事资本 人才方面 安禄山麾下文有高不威 严庄等谋士 无有史思明 崔前佑等猛将 季季扬扬 兵马方面 则手握精兵二十万 马万鱼 将数千 声势极为浩大 天保十四年十一月 安禄山自觉已经具备了 向唐朝廷发起挑战的实力 随即听从高不威 严庄等人的建议 兵分三路 左军出大同 取朔方 解决父辈隐患 中军出太原 取西京长安 右军则出河南 取东都洛阳 一与一举席卷天下 最大风暴 终究还是来临了 面对安禄山 蓄谋已久的大叛乱 唐朝廷该如何应对呢 早在安禄山造反前 面对群臣的劝谏 玄宗其实也曾有过怀疑 天保十四年二月 安禄山将反的传言 满城风雨 满腹狐疑的玄宗派遣宦官携带 奇珍异宝 前往泛阳 慰问并适安禄山 谁知 宦官反被安禄山所收买 回来后拍着胸脯保证 安禄山绝无二心 玄宗因此放松了警惕 六月 玄宗疑心又起 在长安为安禄山之子 安庆宗举行婚礼 并借机下诏 安禄山进京官礼 安禄山却称病推辞 七月秋 安禄山上奏请进 献两马三千 煤匹由二人牵严 另番将二十二人看送 恰巧此时 安禄山贿赂宦官的消息泄露 群臣跪于大殿 声称安禄山必有反心 希望玄宗降罪安禄山 玄宗犹豫再三 终究忍不下心 继而认为 这是群臣对安禄山的嫉妒 竟然下诏 加赏安禄山 到了十一月 一切纵容包庇 终于酿成大祸 安禄山在泛阳起兵 以讨伐阳国中 清军策为名 联合平庐节度使 史思明等人 兵分三路南下 三路大军中 安禄山本人率领右军 势如破竹 很快攻到行阳 行阳守军斗志患在 听到震天动地的鼓声 竟然有人吓得肝胆剧烈 从城头坠落 不到八日 行阳便被攻破 安禄山率军高歌猛进 直抵大唐东都洛阳 战事传回长安 唐玄宗这才幡然醒悟 他随其任命 刚好进京素质的 安息节度使 封长青为平庐节度使 兼范阳节度使 前往洛阳目兵 抵御叛军 封长青 乃唐朝名将 在西域征战大半生 早年曾率部击败过大伯律国 还将土藩的势力逐出了西域 玄宗 当时希望借助他丰富的军事经验 阻塞安禄山的挺进 封长青 临危受命 赶赴东都洛阳 迅速招募到了六万新兵 而后 带着这些兵马 前往地势险要的五劳关住房 阻拦安禄山军队 侵犯洛阳 封长青虽然老于航武 可手底下的六万人都是临时拼凑 从未经过训练的乌合之重 哪里是九经沙场 安禄山边军的对手 当安禄山的兵马 兵临五劳关 双方对阵 安禄山的军队 仅用了一个冲锋 就将唐军击溃 号称天下雄关的五劳关 轻而易举便被攻占 安禄山攻占五劳关后 马不停蹄 兵风直指洛阳 封长青出战失利 收拢残兵败将 多次集结队伍与安禄山交战 然而 双方硬实力差距过于悬殊 唐军一连数日 四战四败 洛阳也随之失手 拿下东都洛阳 安禄山大受鼓舞 志得意满之下 大肆封长将士 甚至在次年正月 在洛阳登基为帝 立国号为大阴 改元圣武 自称雄武皇帝 俨然已经自认 与唐朝平起平坐了 封长青的军队 则在安禄山大将 崔前右等步的追击下 一路向西败退 退到了陕郡一带 并在此遇到了 唐军高先知的增援部队 与封长青一样 本为高丽人的高先知 也是玄宗时期的名将 曾率军征讨小伯利国 大破西域诸军 在西域一带 被称之为军神 封长青与高先知 在陕郡合并一处 商议发现 安禄山的部队 装备精良 能征善战 远非二人目前的兵力 所能对抗 二人此时 面临陕郡无险 同关无兵的尴尬地步 而且 叛军刚刚攻破路阳 兵封已胜 固守待援 方为上策 在此方真指导下 高先知 与封长青 放弃了陕郡 退入同关聚首 安禄山派出 四处扫荡的军队 旋即转进 占领陕郡 步步紧逼同关 到了这个时候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 已经传遍天下 仍然终于唐朝廷的 各地节度时 纷纷主动起兵秦王 其中 何夕 拢右两阵的部队 因为离得近 率先抵达长安 手中有兵 玄宗底绩 稍稍恢复 立刻昭告朝野 准备御驾亲征 讨伐叛逆 可是阳国忠 等大臣生怕发生意外 力圈不可 御驾亲征的事 最后不了了之 玄宗任命宦官 鞭令城为监军 带领河西 拢右的部队 进入同关 支援高先知 与封长青 本来唐朝廷各方军队 云集同关 巨险死守 与安禄山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高先知 早年得罪过鞭令城 两人素有矛盾 此时碰头 顿时擦出火花 鞭令城 利用公职 视察同关防务后 诬告封长青 高先知二人 谎称军情 夸大敌军数量 消极待战 以至于白白放弃了 陕军数百里的土地 又诋毁二人 在同关中贪污军粮 无心应战 只是得过且过 自幼在宫廷阴谋的 耳濡目染中长大 而且年轻时 经历了两次政变的玄宗 随着年龄的增长 猜忌之心越发严重 更别说此时 正经历着昔日宠臣的叛变 越发的不信任边将 听完鞭令城的报告 当即大怒 竟然下职 斩杀高先知 封长青二人 圣旨传道同关 全军将士为二人跪地求饶 诉说冤屈 却也无济于事 高先知 封长青 被处死 临阵自斩大将 无异于自毁长城 同关唐军上下 军心涣散 士气大举 面对安禄山大军的猛攻 同关几次 险些失守 玄宗连续换了多名大将 都无济于事 眼看西京长安东面 最后一道关卡都要不保 无计可施之下的玄宗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么玄宗皇帝想到的这个人是谁 他又是否能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江青呢 大唐帝国的命运又将去往何方 前缘元年 安庆旭困守夜城上下离心 唐素宗觉得 平灭叛乱时机到了 于是下诏 命朔方节度使郭子怡 河东节度使李光碧 北庭节度使李次夜 关内节度使王思理 等九大节度使 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 即日起从各个方向向夜城进发 准备一举歼灭安庆旭 前缘二年三月初六 郭子怡 李光碧等九位节度使 拉开了攻城之战的序幕 叛将史思明率五万金兵池园 双方在夜城郊外展开一场大战 只是突然之间 四夜狂风骤起 遮天蔽日的沙漠瞬间笼罩整个穹顶 周遭顿时一片漆黑 咫尺难以辩误 飞沙走石之际 草木被连根拔起 岂敢硬生折断 战马更是受惊狂奔不止 在求生欲的支配之下 惊恐骚乱变为混乱溃逃 最终双方数十万人马一轰而散 燕朝叛军 仓皇逃亡北方 大唐官军更是丢弃资重甲兽 马匹武器 然后向南一窥千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诡异沙尘暴 打断了安阳河北岸即将上演的搏命厮杀 亲尽全力的大唐王朝最终还是没能在至关重要的夜城之战中获胜 几乎就要被按下休止符的安史之乱 在此之后则进入了更加混乱无序的尾声 公元758年 据安史之乱爆发已过去三年 在经过血腥的厮杀 以及漫长而反复的拉锯之后 战争的局势开始走向明朗 一年之前 唐军精锐进出 并在回合骑兵的援助之下 相继于香基寺和新殿两次决定性战役中 大盛燕朝叛军主力 随即成功收复长安诺阳二经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曾在战火中饱受荼毒蹂躏的大唐王朝 也许很快就将迎来胜利的时刻 反观大燕帝国这边 安禄山继任者 弑父篡位的安庆旭 在连遭重创之后 被迫放弃都城洛阳 沿途收拾残部 一路向北逃窜 最终勉强聚集六七万兵马 得以在夜城不禁立足 但可能是江河日下 带来的强烈挫败感 也许是大难临头 更要及时行乐的末世心理作祟 偏安夜城一余后 安庆旭开始整日纵情声色 大肆迎见宫市楼船 以此逃避现实 苟且偷安 大燕皇帝醉生梦死之际 掌握朝堂大权的高尚和张通儒 却没有闲着 两位重臣都既于能独揽朝纲 纷纷抛却正式不顾 而忙于明争暗斗 搞得燕国小朝廷是乌烟瘴气 一片狼藉 而手握军权的天下兵马使 崔潜佑 性格又刚毙乖辟 且极为残忍耗杀 以致燕朝将士 人人心怀愤懑 军心士气也是日渐低落 焕散 交锋三载 大唐王朝 已从叛乱之初的惊慌失措中 逐渐稳住阵脚 官军意识欲战欲勇 士气如虹 而仅仅保有夜城周边 七郡之地的大燕帝国 此时却是内忧外患 上下离心 公元757年末时 意外惊喜再度传入长安 安禄山的左膀右臂 叛军中另一位重要领袖 史思明 在杀掉安庆旭派往范阳的监军 阿沈纳成庆后宣布反正 随即携所辖十三周郡 并挥下八万金兵 重头唐庭怀抱 诉讼李亨 文讯大喜过望 赐封史思明为 归翼王 范阳节度史 河北观察史 对于这个在关键时刻 主动弃暗投民的叛军核信人物 大唐王朝给予了最高规格的优待 所有恩赐一如叛乱之前 玄宗曾对安禄山的封赏 公元758年2月 为庆祝大唐光复两经 及收复河北 登基刚刚两年的宿宗 欣然下诏改元 而取自易经的前元新年号 也昭示着天子重整河山 再续大唐盛世的雄心壮志 这是安史之乱以来 大唐王朝最接近成功的时刻 只等宿宗发起致命一击 彻底攻陷叶城 将摇摇欲坠的大燕帝国连根拔起 然而 一向谨小慎微的李亨 却在所有人的翘首期盼之下 犯了其即位以来 第一个严重的错误 平叛形势一片大好 诉讼龙颜大悦 着手对郭子怡 李光碧等一众功臣 加官进爵 同时 也准备赦免在安史之乱中 投降的叛军官员 然而宽佑叛臣之举 却遭到李部尚书 李宪 兵部侍郎吕英 御史大夫崔器等人的集体反对 性格懦弱的李亨 经不起朝义纷争 最终还是对一批 曾经尾身燕巢的官员 痛下了杀手 按说此时天下未定 正是笼络人心之时 而唐廷 反以严苛的手段 惩治投降官员 不仅让身处叛军阵营 摇摆不定的燕巢官员 从此死心塌地的 为安庆续卖命 也让原本已经归顺朝廷的将领 人人自危 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史思明 更难免会生出猜忌自疑之心 而此后不久 仲臣张浩又向宿宗敬言 直指史思明 因乱窃位 力强则重负 势夺则人离 比虽人面 心如野兽 难以得怀 愿勿假以威权 而作为史思明多年的对手 李光碧也认为 其万事顺命 内食通贼 并向宿宗献策 建议选派信得过的人员 代表朝廷前往泛阳 宣旨慰问 然后借机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思虑再三 宿宗最终同意 安排与史思明关系密切的 乌承恩 出使河北 并承诺事成之后 许其以泛阳节度赴使之职 不料乌承恩尚未离京 消息便不慎走漏 而早有防备的史思明 表面盛情款待大唐钦差 安排其入住自己的府邸 暗中却派人藏匿于床榻之下 夜间 乌承恩将暗杀计划 及朝廷封赏 向其子和盘托出 父子正得意忘形之际 不料埋伏之人突然现身 屋外大批士族 更是一拥而入 当场搜出 李光碧的暗杀谍文 以及一本 列满策反范阳将士的名册 人赃巨获 乌承恩父子 及其随从二百余人 当即被杀 而愤怒中的史思明 随即上表朝廷 则问李亨 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 和附陛下 而遇杀臣 诉讼弄巧成拙 只能将所有的责任 推脱到已无法开口辩驳的 替死鬼身上 表示此非朝廷与光碧之意 皆承恩所为 杀之甚善 只是曾经的叛军二当家 哪有那么容易糊弄 史思明得礼不饶人 再次奉上充满威胁意味的奏折 直言 陛下若不诛杀李光碧 围臣也只有轻率兵马 前往太原讨伐逆贼 话已至此 双方的关系再无任何回声余地 公元七五八年五月 史思明重新拉起反旗 刚刚归顺不久的河北地区 再度与大唐决裂 其实仔细分析 张浩和李光碧的判断都没有问题 史思明投诚 只是迫于刑事 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一旦时机成熟 这个野心勃勃的枭雄 必然原形毕露 而且有安史之乱的借地在前 李唐王朝与割据河北的史思明之间 根本没有信任可言 双方在日后大概率还是会兵容相向 但彼时唐军的主要打击对象 是盘踞叶城的大燕皇帝 安庆旭 无论如何都应该稳住 名义上已经臣服朝廷的史思明 河北周郡既已脱离大燕政权 史思明当然不愿再贸然与唐廷翻脸 从而两面树敌 但正是由于暗杀行动操之过急 客观上加速了史思明的再次叛乱 此举不仅给正在备战的唐军 平天劲敌 更为此后的夜城惨败 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对于史思明的祥而复叛 起初并没有引起长安方面的足够重视 大唐王朝的战略重心 李亨君臣的关注焦点 始终还是在大燕皇帝安庆旭的身上 前元元年9月21日 诉宗颁布诏令 命九大节度使各统麾下兵马 分由不同方向 往叛军最后的巢穴 夜城集结 其中包括 朔方节度使郭子怡 河东节度使李光碧 淮西节度使卢炯 新平节度使李焕 华埔节度使许书记 安西及北亭节度使李四叶 郑菜节度使纪广称 河南节度使崔光远 关内及泽禄节度使王思礼 外加一路远道而来支援的平鲁军 十路大军共计20万人马 准备一举催拔夜城 小灭安庆旭 此次出征 唐军可谓是名将云集 郭子怡 李光碧二人自不必说 那是安史之乱中 大唐最耀眼的帝国双子星 淮西节度使卢炯 在安史之乱初期 率孤军坚守南阳九个月 使江汉地区变成了 安禄山不可逾越的屏障 由此名震中原 而安西北亭节度使李四叶 更是大唐威名赫赫的磨刀战神 攻克长安最艰难的相机寺之意 正是此人率两千磨刀军部族 在关键时刻地挽狂澜 唐军主力才最终等到了胜利时刻的来临 九大节度使 外加二十万精锐 以如此庞大的阵仗 却对付困于叶成一余 苟延残喘的安庆旭 宿宗自然对即将到来的决战 充满信心 得意忘形之际 大唐天子再出昏招 将全军主帅位置控悬 而以宦官于朝恩 作为官军荣宣位处置使 这个为此次出征特赦的职位 虽无指挥之名 但却已无限接近元帅职权 对于此举 官方给出的解释 也非常合乎情理 此前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 广平王李畜 已被册封为太子 当然不适合再继续带兵出征 而军中最具威望的郭子怡 李光碧 二人地位相弱 功绩相当 很难从中确定出主帅人选 但所有人都清楚 真实的原因无非忌惮二字 郭里二大节度使 不仅手握重兵 而且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 若再以主帅身份收复叶成 谁能保证郭子怡李光碧 不会变成比安禄山史思敏更加可怕的敌人 功高震主便是武将的原罪 寡恩薄勤才是君王的本色 安史之乱让李亨击成金弓之鸟 即使像郭里这种为大唐出生入死的将领 也毫无信任可言 只是决战在即 宿宗却将大唐最精锐的兵马 托付给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阉人 叶成之战的结局 其实已经失去了悬念 而这也无疑是李亨 在逼迫史思敏反叛之后 犯下的又一个 也是最致命的错误 前元元年十月 郭子怡所部率先渡过黄河 攻击霍家 燕军大将安太钦不敌 狼狈退至魏州后 又遭唐军所困 安庆旭闻报 立刻将大将崔前佑 田前针 共率七万大军 清朝南援 不料魏州之为未解 燕军主力反而在郊外重拂惨败 连安庆旭胞弟安庆和 也在乱军中遭情杀 大燕皇帝只得究极残部北逃 而唐军一路尾随 追破甚及 安庆旭无奈 于叶城西南仇斯港一带 仓促组织反击 再度被郭子夷击溃 前后折损共三万余人 奈逃回叶城之后 安庆旭再无反击之力 随即便被从各路 分支踏来的二十万唐军 全面合围 而后大唐兵力 又陆续增至恐怖的六十万人 大军压境 安庆旭自称无力相持 急忙前使向泛阳求援 并声称一旦脱困 便甘愿让出大烟谎位 史思民并不关心安庆旭的生死 但从战略上而言 叶城市泛阳的南面屏障 所谓唇王齿寒 史思民自然不能坐视唐军 轻易克成 有鉴于此 公元七五八年底 史思民轻统十三万大军 从泛阳南下 但基于保存实力 以及等待战机的多重考虑 这个老狐狸并未直接挥师救援 而是驻扎于 叶城东北百里之外的魏州 遥望唐烟两军御棒相争 近代渔翁得利之时 从前缘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 数十万官军对叶城日夜猛攻 但安庆旭君臣深知城破 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应成固守 抵抗尤为坚决 而唐朝部队既无主帅统一指挥 九大截度使本身又互不同属 此时兵力虽重 却形同散杀 只能各自为战 已至数十万人 军级城下猛攻近半年 却依旧只能望尘心探 直此期间 安息北庭截度使李四叶 在攻城时 还不幸为刘石所重 伤势即将痊愈之际 其突纹帐外兵戈之声四起 乃大呼杀敌 至伤口破裂 最终血流树生而死 李四叶被称为大唐军魂 相击刺之意 此人赤膊上身 所向披靡 壮如天神下凡 却不料一代末刀战神的传奇故事 竟在夜城之战中匆匆落幕 实在令人无限唏嘘 回到夜城战场 因强攻无效 唐军只好采取水淹之策 在流经夜城以北的 张水上筑起两道底板 又挖出三条壕沟 硬生生将汹涌的河水 灌入夜城 顷客之间 城内景泉皆宜 沦为一片水乡泽国 而燕军官兵就在水上搭建木屋 继续与城外唐军此刻印号 围城日久 粮食日渐匮乏 城里的军民只得捕鼠为食 以致鼠肉行情暴涨 一只老鼠竟卖到四千钱 而士兵只能挖取墙上泥土 将原来筑墙时 掺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 再从马粪中找寻尚未嚼烂的纤维 然后将这些食材混合着 勉强给战马冲击 由冬至春 离心离德的燕军官兵 在绝境之中 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顽强 这一点也令唐军始料不及 当然 一场人为的大水 也将许多准备投诚的士兵 彻底困于城中 只能赋予顽抗 苦等散扬援军 时间来到前缘二年二月底 就在唐军失老兵疲之际 一直与北方虎视眈眈的史思明 也终于出手了 在此之前 李光碧就曾向于朝恩建议 围城的同时 应立即分兵北上 竟逼史思明所部 就算不能举胜 与之相持 也足以解除唐军父辈受敌的危险 但于朝恩却几乎毫不犹豫地 加以拒绝 这个太监尚未常够主帅的威风 又岂能容得下旁人指手画脚 更何况 在其看来 六十万官兵 兵临夜城弹丸之地 克城还不是一如反掌 而区区史思明 又有何俱灾 但拿下夜城 在城胜徽师北上 直驱范阳 将叛军彻底击溃 又何愁大业不成 决战尚未开始 外行指挥内行的危害 就已经暴露无遗 愚蠢而自大的于朝恩 还在做着黄梁美梦 而史思明却已经找到了 庞大唐朝军团的软肋 二月下旬 养金蓄锐多时的范阳援军 分为两部 其中八万人留守魏州 五万金兵则随主帅 南下向夜城袭来 但老道的史思明 并未选择与唐军正面交锋 而是将部队分散驻扎在 夜城方圆五十里范围之内 然后美营设大鼓三百面 日夜不停敲击 以此震慑骚扰唐军 随后又以美营 临选出五百精锐骑兵 潜伏至城下 袭击唐军的小鼓部队和资重 一旦对手主力来源 偷袭者便又立刻四散逃离 不仅如此 史思明还派人 乔装改办成官军模样 随后四处拦截 粉毁后方的运良车队 唐军为应付骚扰 早已精品力尽 苦不堪言 又因凉草不济 更是斗志涣散 人心惶惶 三月初六 安阳河北 史思明感觉时机已经成熟 率先发起进攻 唐军中 李光碧 王思礼 卢九等将领 随即率部接战 战役之初 双方互有伤亡 难分胜负 但不久 卢九便被乱箭射伤 仓皇率部后撤 而此时身后 郭子怡所率的 朔方军尚未完成列阵 一下子被冲烂了阵脚 直此千军一发之际 战场风云突变 阳春三月的天空 瞬间一片漆黑 紧接着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刹那间天昏地暗 咫尺莫变 突发的天地异象 令所有人都惊恐莫名 于是两方人马 不约而同地掉头狂奔 最终几十万人的大决战 以近乎荒唐 又略显滑稽的方式 草草收场 当然 如果仅以战争的结果来看 唐军并没有直接败于 史思明之首 交战双方更接近于一哄而散 然而 唐王朝攻克夜城这个战略目的 毕竟是没能实现 而且 史思明的军队 退往夜城西北 两百余里外的沙河后 便稳住了阵脚 反观六十万唐军 在交战之前 已经军心大乱 士气低迷 而一旦溃败发生 整个局面更加难以控制 自散逃亡的过程中 除了郭子怡所部 能勉强保持队形不散 退至洛阳以东 和阳桥驻防外 其余各支部队 弃甲仗 资重 伪基于陆 几乎溃步成军 经此一役 战马万匹 围存三千 甲仗十万 一气殆尽 加上大量士兵逃散 整个大唐军方 可谓是元气大伤 最后 从战争后续的影响而言 大唐王朝 也无疑是 叶城之战的落败方 史思明屯兵修整之后 先是贾义结盟 将安庆旭诱出叶城 随即以替安禄山报仇为名 将安庆旭 及其四个弟弟 以及高尚 孙孝哲 崔前右等 燕朝重臣 一网打尽 至此 史思明整合 喷并了元属安庆旭的势力 以完全具备 与大唐正面抗衡 甚至碾压唐军的势力 而九大截度使 兵败叶城后 纷纷逃回各自防区 由于海量物资的丧失 士气又低落到极点 更导致整个大唐王朝 都在史思明即将到来的 反扑威胁下 瑟瑟发抖 前元二年始月 就在叶城之战半年后 刚刚光复的 东都洛阳 再次宣告一首 宿宗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而大唐王朝 之前辛苦积累的盛事 瞬间荡然无存 安史之乱的主角 虽已变换 却又重新回到 纷乱的起点 结束 更是遥遥无期 唐朝天宝十四年 因与权臣杨国中 太子李亨产生矛盾 以其唐玄宗李龙基的 一味纵容 野心勃勃的泛阳截度使 安禄山 以清军策的名义 悍然起兵反叛 听从谋士建议 动员麾下十八万四千大军 兵分三路 大举出击 万福府别将高秀炎 率领左路军 出大同取朔方 解决父辈隐患 平庐节度使史思明 率领中路军 出太原取西京长安 安禄山本人 则亲率右路军 出河南取东都洛阳 亦遇亦举席卷天下 安禄山的右路军 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不出六十天 就攻下东都洛阳 并于次年正月 于洛阳登基为帝 国号大燕 随后以皇帝身份 昭告天下 宣布自己成天授命 将以燕代堂 当右路燕军 高奏凯歌之际 左路燕军 与中路燕军 也正为了军事目标 而与唐军激烈对抗 那么这两路大军 会与唐军擦出怎样的火花 惊涛骇浪下的唐朝局势 又将如何变化 唐玄宗开元年间 为加强地方统治将全国分为十五道 每道辖二十至七十余州 直到安禄山起兵造反 这十五道情况不一 十五道中 河北河东两道都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 与唐朝都城长安最近的关内道 则重兵集结在北方的朔方防御回合 无力回援 最远的岭南道则关山阻隔 仓促更加难以调兵 侧翼的河西拢右道与剑南道 则正与吐蕃 南昭等国交战 同样面临窘境 因此 直此中原板大四海沉沦之际 唐朝廷能有效征调的 仅有京基 都基 河南 山南东 山南西 淮南 江南东 江南西 前中九道 虽然账面上唐军所控制的地区 依然远超安禄山的燕军 但是唐朝腹地成平日久 五倍废止 军队战斗力不足 反观燕军掌控的河北河东两道 均位于北部边疆 常年与西族 突厥等塞外部族交锋 作战经验丰富 因此 战争初期 强弱态势是倒转过来的 在安禄山亲率右路燕军肆虐中原之际 中路燕军在史思明的带领下 近逼唐朝北都太原 高秀岩的左路军 则向西高歌猛进 攻入了唐朝朔方军地界 在安禄山看来 与河东道毗邻的朔方地区重要性 其实是更高于东都洛阳 朔方唐军若东出 不仅能侧应正与中路燕军接战的河东道唐军 还能出井行口 进攻河北道 切断三路燕军的归路 甚至威胁燕军大本营泛阳 而且朔方军节度使挥下兵马 在当时全国十大截度使中 战斗力最为强悍 实为安禄山的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防患于魏然 安禄山特意任命高秀岩为大同军使 薛忠义为大同兵马使 单独领一路大军进攻朔方 高秀岩薛忠义二人 军为朔方人熟悉当地形势 高秀岩为人沉稳 长期追随安禄山镇守边地 善于守备 薛忠义则小勇善战 极其善于攻坚战 二人皆是燕军一线大将 一攻一守相辅相成 从将领的人事任命 足见安禄山对左陆战士的重视 安禄山反叛唐朝的战士全面爆发后 左陆燕军进展最为顺利 不到一周兵风遍抵大同 而后展开阵线 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不但击退了反攻大同的朔方军 还顺势攻克朔方重阵 禁边军阵 不久后 在左陆战场占据主动的高秀岩更腾出手 配合中路史思明成功将河东道的唐军围困在了太原 准备一战歼灭 彻底解决北方唐军势力 然后与安禄山会合 银马喂水之派 绸缪已久的安禄山 在左中右三个战场都以狂风暴雨之势 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 反观各地唐军却措手不及 节节败退 曾经辉煌一时的唐朝廷瞬间坠落深渊 仿佛风中残烛 难以为继 战局险恶如此 唐军还有扭转颓势的机会吗 燕军三路大军齐头并进 局势变化之快 大大出乎玄宗的一辆 唐朝廷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才能稳住阵脚 其一 防御长安以东战线 堵截横扫河南的右路燕军 其二 组织朔方军务直插燕军腹背 做到第一点 都城长安短期内 不会有沦陷的危险 唐朝廷的权力中枢 能够继续运转 为反攻争取时间 做到第二点 既可以拖住左路燕军 形势更好一些 则可以配合河东道的唐军 将中路燕军也牵制住 甚至更进一步 穿插到后方 切断三路燕军的补给线与归路 然而 要做到这两点 都必须任命合适的方面将帅 为了稳固长安及周边防御 玄宗 先后任命封长青 高先知等西域名将为主帅 那么朔方军方面 谁才是合适的人选呢 天宝以来 玄宗久居太平 不问朝中之事已久 一时竟然不知朝中 能争善战的将军有哪些 最终还是在 袁朔方节度副使 如今的户部尚书 安思顺 极力推荐下 提掉了在家首校的 袁朔方右乡兵马使 郭子怡 为朔方节度使 总览朔方军事 安思顺 是安禄山养父 安炎燕的侄子 年轻时候和安禄山败过靶子 并且和安禄山一样 在仕途上都曾多次得到宰相 李林府的提携 但他一直以大唐忠臣自诩 没有参与到安禄山的叛乱中 反而因为怕受牵连 为平叛之事格外出力 安思顺早年担任朔方 节度副使时 就察觉到帐下将领郭子怡 出色的领军能力 认为郭子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帅才 又熟悉朔方军事 执此用人之时 便向朝廷极力推荐 郭子怡生平已自行 出身太原郭氏 父亲郭靖之曾任寿州刺史 他本人则文武双全 早年参加武局 以一等长级入室 久在边疆为将 后来调入京城 如今已是年近六十的老将 前大半生 并无什么出挑的成绩与名上 还因为此前母亲去世 回家守将 玄宗火烧眉毛顾眼前 没有嫌弃郭子怡年龄大 听从了安斯顺的建议 多请启用郭子怡 改封魏魏清 缠于安北副大都户 林武郡太守 兼涉御史中成 全冲朔方节度副大使 国事大于天 当时郭子怡虽然首效期限未满 但国难当前 还是毅然接受了任命 天保十四年十一月 郭子怡火线上任 分析局势 认为朔方军此前面对燕军 屡战屡败 士气不振 短时间内 无力与兵风正胜的燕军 也战决胜 因此 采取首饰 收拢兵力与阵武军 一边夯住城墙固守 一边整军背舞 积蓄力量 同时还提拔了 李光碧 蒲固怀恩等一批中层将领 唐军坚守不战 高秀炎率军几次进攻都被击退 早先咄咄逼人的攻势受挫 一个月后 右路燕军已经在安禄山的带领下攻克五劳关 围攻东都洛阳 左中两路燕军为了呼应安禄山 也分别对朔方与河东发动了新一轮的战事 高秀炎再次率军强攻阵武军 但在郭子怡的顽强抵抗下多有损失 高秀炎心有退役 郭子怡抓住时机 下令全军出击 趁势击破燕军 取得了对抗燕军的首场大胜 军心大阵 燕军一路退到静边军 郭子怡不给燕军喘息之机 紧追不舍 率不攻城 立刻燕军壁垒 从而收复了重阵 静边军 燕军将领薛忠义 率军支援高秀炎 在静边军周边与郭子怡所不堂军 展开一系列的激战 静边军城都几次一手 双方各有损失 相持不下 郭子怡深知 此战对于北疆形势的重要性 咬牙坚持 为打破疆局 决定出奇制胜 在野战中 已让下左兵马使 李光碧 左武峰使 蒲固怀恩等将领 率荆旗 直冲薛忠义本阵 唐军士气高昂 汉不畏死 直接冲乱了燕军阵列 薛忠义本阵乱作一团 混乱之中 薛忠义挥一下大将周万晴 竟被唐军直接斩首 猛将阵亡三军夺气 燕军最后的心理防线崩溃 骇然惊散 兵败如山倒 郭子怡猛攻不休 最终大破燕军 斩杀七千余 此战 燕军左陆军主力被击溃 在朔方一带的野战力量 大为削弱 郭子怡转手为攻 不断进击 先在河区 大败立足未稳的高秀岩 为攻拿下云中郡 随即分兵 攻打马蚁郡 一举攻克 兵临燕门关东口东行关 从而打通了朔方军 与河东唐军的联系 郭子怡达成了唐朝廷 对他的期许 拖住并击败了 意图染指朔方的左路燕军 接下来便要再接再厉 转军进入河东 支援河东唐军 解救北都太原 对抗14名领导下的中路燕军 这一次 对上安禄山手下头号大将 唐军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战局又会如何发展 在对阵左路燕军的一系列战事中 唐军将领左兵马使 李光碧发挥出色 郭子怡赏发分明 向唐朝廷推荐其人 为河东节度使 李光碧为契丹人 辽东 盈州 柳城人 媳妇李凯洛 曾任左语林大将军 视为将门 很早就在边疆军阵任职 追随过原河西截度使王忠寺 与安思顺 郭子怡等事同僚 有名将之号 王忠寺很是欣赏了李光碧的能力 将李光碧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培养 李光碧也对这位顶头上司 敬爱有加 等到王忠寺因政治斗争惨遭 李林府杀害 性格刚直的李光碧 也因此对安思顺这些 得到李林府提拔的官员不合 安思顺一度想把女儿 嫁给李光碧 已是笼络 谁知李光碧闻讯 托并辞官 也不愿意委屈求权 当时的拢幼节度使 戈书汉也看重李光碧 觉得十分可惜 并奏请玄宗 将他召回京师长安 得罪了李林府与党的李光碧 自然得不到重用 直到安禄山造反前 都只在京城任贤官 直到朝廷急需用人 才被推到台前 李光碧认为 郭子怡是安思顺 推荐上来的人 虽说给郭子怡效力 但心存芥蒂 刚听说郭子怡 举荐自己去前线河东 做节度使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郭子怡的阴谋 想让自己去当跑灰 故而颇为抗拒 郭子怡亲自在李光碧面前 抛肝力胆的一番表白 才最终打动了李光碧 让李光碧相信 郭子怡做的这一切 都是出自于攻心 是为了早日平定叛乱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兵士前线的京城合作 天保十五年正月 唐朝廷下招任命李光碧 为云中太守 设御史大夫 冲任河东节度副使 知河东节度士 当时史思明的军队正肆虐河北 李光碧率朔方军 不齐万语 弩手三千人 东出警行进入河北地区 为提高行军速度 李光碧命令全军轻装赶路 昼夜急行 仅数日便抵达被燕军占据的重镇长山 此时史思明所率领的燕军中陆大军 正在围攻长山附近的饶阳 史思明认为 饶阳与长山之间不过数十里 就算李光碧率军攻城 自己也有足够的时间回援长山 因此将主力尽数带走攻城 不止防守长山的兵力并不太多 兵贵神速的李光碧突然出现 长山城内三千燕军团练兵 竟因为害怕杀死守将 开城出降 李光碧不费吹灰之力 就占领了长山 长山失手史思明后防不稳 只能放弃围攻饶阳 亲率两万主力回攻长山 四日天还没亮 燕军前锋部队抵达长山城下 各个阵地相继部署到位 开始攻城 李光碧率五千部族从攻门出战 燕军堵门不退 李光碧令五百弩手 从城上万箭齐发 燕军死伤颇多 被迫稍稍后退 为防止史思明军的偷袭 李光碧又增派弓箭手一千人 分成四个梯队 轮流不停地向城下射箭 燕军面对着唐军的箭与死伤甚重 久久不敢攻城 只能暂时收军 燕军后退 李光碧抓住空档 立刻以五千步兵出城 又考虑到燕军多骑兵 为了防止骑兵冲突 搅乱阵列 便因地质疑 安排长枪手过湖托河 背靠河水列阵 弓箭手不过河 凭借身前的河水掩护放箭 全军夹河构建阵地 史思明重新组织军队进攻 但无法冲破长枪阵 又被乱箭杀伤众多 只能再退 期间 史思明几次卷土重来 都被李光碧击退 双方对之四十余日 难分难舍 为了拿下长山 史思明向后方争调 五千步兵驻战 因战事的紧急 这支燕军昼夜艰行 一昼夜行一百七十里 此时正在长山东南 九门县南面的 逢闭休息 李光碧听到消息后 认为这是大破燕军的 绝佳时机 立刻派步骑各两千人 掩齐西谷 沿河潜行 悄悄抵达逢闭 当时燕军正在吃饭 唐军趁机砍杀 将这支燕军歼灭殆尽 史思明知道后 大清失色 只好撤去长山外围的阵营 退入九门县 如此一来 因为李光碧的胜利 长山郡九个县 有七县归附唐军 只有九门县和岗城县 尚在燕军手中 燕军在河东地区的声势 开始逐渐衰落 李光碧也展现出了 不亚于郭子怡 独立领兵作战的军事才能 安禄山起兵之初 兵分三路 来势过于迅猛突然 导致各地唐军防守不及 连连失利 等到唐军与燕军进入了战略相持 各地唐军缓过劲来 开始此起彼伏 反抗燕军 燕军左中两路大军 经历了朔方长山两次惨败 声威大衰 反观唐军则死灰复燃 欲瞻欲勇 而且随着战事的进行 唐军各地截度时反应过来 纷纷起兵勤忙评判 可以说 除了正在同关与唐军对峙的 安禄山主力 燕军在其他地区的形势急转之下 不过长安最后一道屏障 同关城依然战火纷飞 此地若失 各地唐军救援不及 唐朝设计仍将毁于一带 那么 此时的同关情况如何 唐朝廷又是否能如同朔方 何东那样守住这命运的 最后一道闸门呢 唐天堡十四年十一月 手握十八万四千大军 掌握唐帝国北方三镇的截度时 安禄山悍然起兵叛乱 燕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南下 战事随即席卷全国 唐天堡十五年六月 大唐都城长安最后遇到屏障 同关被安禄山攻陷 同关唐将戈书汉被俘 随着同关被攻陷 燕军得以长驱直入 指导唐帝国首都长安 唐玄宗李隆基 在禁军将领陈玄李等人的掩护下 出逃成都避难 太子李亨则北上陵武称帝 视为唐宿宗 唐帝国首都长安 被燕军攻陷的消息传开 大大改变了各地战略态势 以郭子怡 李光碧为首的唐军 本已牢牢地压制住了 以燕将十四名为首的 中左路大军 而且大有反攻燕军后方 范阳 平鲁等地之态势 等到长安被燕军攻陷 各地唐军哗然战役不稳 燕军借此良机 一扫颓势 声势赴阵 为避敌锋芒 李光碧等将领 主动退出河东地区 固守太原 燕军大将十四名 则带领中左路燕军 趁盛清朝而出 包围北都太原 与唐军展开决战 北方战事震撼之际 中原以南地区唐军的形势 也不太乐观 安禄山攻陷长安后 随即将目光移向了江淮地区 并派遣军队展开进攻 燕军与唐军在江淮地区 又会有怎样的交锋 又有哪些名将被席卷入 这场世纪大动乱呢 天保十五年六月 安禄山大军先后攻克 洛阳 铜关 长安等地 势力如日中天 他本人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 攻陷长安后 唐玄宗等宗室逃亡 唐家设计沦陷 质得意满的安禄山 觉得天下大势已定 只派各路将领继续攻打 仍然忠于唐朝的周线 自己却开始纵情声色 酒驰肉林 数月以来 无日不欢的奢靡生活 拖垮了安禄山的身体 本就过度肥胖的安禄山 身体爆发了多种病症 视力逐渐下降 几乎失明 身上长了毒疮 性情因此大变 对身边的宦官肆意打骂 安禄山的近尘李珠儿 数次被安禄山打得皮开肉战 几乎死去 因此对安禄山怀恨在心 唐智德二年正月 安禄山之子安庆旭 与安禄山因立储问题起了争执 恼羞成怒的安庆旭 唆使宦官李珠儿 持刀杀害安禄山 事后 安庆旭自立为大燕皇帝 此时的燕军 因攻克长安 兵风正盛 打得各路唐军 节节败退 安庆旭 与安禄山一样 也将下一步的作战目标 放到了江淮 这个维持整个大唐粮税的 赴税之地上 自从燕军占领中原地区后 江淮财富 不得不经由江汉二水 运抵阳川 再由杨川运到唐军的后方基地浮风 为保证这条大唐的生命线 以及确保大唐后方江淮地区的安全 唐朝廷为此设立了南阳衰阳防线 安史集团 为了切断唐朝廷的经济命脉 接连派大军猛攻南阳和衰阳 南阳太守卢炯守南阳历时一年 最终未能抵抗燕军猛烈的攻势 继承退守襄阳 在鲁炯败退后 南阳左近的虽阳自然接替成为了 与燕军交战的最前沿阵地 虽阳地处虽水上流 若虽阳丢失 燕军可沿江而下 直达淮南重镇临淮 因此 虽阳可为江淮地区最后的屏障 此时负责守卫 虽阳的唐军将领是徐远 徐远 自令为杭州人 近时出身 曾任建南节度史从事 从事又称从事员是官员的幕僚秘书 长期从事文职 徐远 在安史之乱前并未有过独立领军的经历 因此 在燕军着手攻打虽阳初期 徐远与燕军将领李廷旺交战数次 屡落下风 只能勉强守住城市而已 但继续相执下去 必然难以为继 为更好的守卫随阳 以保障后方江淮地区的稳定 徐远派人前往宁陵 联络张寻 张寻 邓州 南洋人 自幼保读群书 通晓作战 不认之法 作战时 善出其毛 安史之乱爆发后 张寻以地方官的身份 自己召集千人 对抗燕军 更在雍丘之战中 以数千人面对燕军 令狐朝数万大军的围攻 不落下风 反而斩杀燕军万余人 一战成名 声名远波 张寻得知了燕军 正在围攻隋阳的情况 深知隋阳重要 于是答应了支援的请求 张寻上阵 面对攻势如火的燕军 他是否能带领唐军 守住城池 甚至重现雍丘之战的胜利呢 张寻率领军 赶到隋阳城 与徐远的军队 合兵一处 共计六千八百人 与燕军多有战斗经验的张寻认为 燕军人数众多 且驻防边疆多年 作战小勇 战斗力远胜中原 成平日久的士兵 因此 放弃了野战决胜的打算 主张依靠城池固守 他命令隋阳守军 一面在城下 挖掘大量的战壕 环卫城池 一面将城外的木块 巨石全部搬上城楼 严阵以待 燕将李廷旺率部 连攻数日都被张寻击退 伤亡惨重 眼见隋阳久攻不下 同年二月 安庆旭任命大将 尹紫棋 为河南节度使 进攻隋阳 尹紫棋 安禄山仗下速将 早年跟随安禄山多次 率部出击赛外 能争贯战 尹紫棋从陈流发兵 抵达隋阳前线后 认为隋阳只是一座孤城 孤掌难鸣 前世派出信使 劝张寻 徐远等唐军守将 沈时夺势 尽早投降 却被严辞拒绝 因此其的策略 从而转向了强攻 他命令部队 日夜攻城连连不休 抑郁利用人数优势 面对燕军猛烈的 已赴战术 张寻亲自坐镇城头督战 与燕军反复 激战拉锯 战事持续了半个月 结果却大大出乎各方意料 唐军不但守住了城池 更先后歼灭燕军两万人 勤获敌将六十余人 士气高涨 燕军受挫 只能暂缓攻势 通过此战 徐远也看到了张寻 军事能力值得信赖 随即将军事大权 全盘交付给张寻 自己则重新回到文职 搞起了后勤的工作 大敌当前 张寻也不推辞 自此徐远转到幕后 做起了粮草筹集 装备打造等后勤工作 而张寻则负责守城作战 张寻与徐远二人 一武一文 配合默契 后续又几次击退燕军的 小规模骚扰 不过这个时候 唐军内部 却出现了变数 此前 徐远的部将 李涛 田秀荣 因畏惧燕军声势 商议 一同投敌保命 二人合谋 李涛先一步 率领他的部下投奔银子棋 而田秀荣 则被留在城中 做内应 再找机会 内外夹击 攻破虽扬 不过没等计划实行 田秀荣内应的消息 提前败露 张寻亲自将田秀荣 带上城头 列举出他的罪状 并当场砍下了他的头颅 挂在城门之上 随后 利用群情激愤的士气 连夜带兵杀出城 出敌不易 主动进攻燕军 唐军在夜色的掩护下 骑袭燕军大破支 将燕军逼退数十里 并缴获了大量的 车马牛羊等战利品 唐军信心日益高涨 甚至想转手围攻 乘胜出击 周边被燕军占领的城池 战事至此 张寻是否能真正的击退燕军 为阻止张寻的进攻 银子齐再次整顿大军 围攻随扬 张寻对将士们说 我受到过国家的恩惠 必然会以死守住随扬 我一想到诸位将士 欲血奋战 为朝廷舍身忘死 但是得到了的赏赐 却远远比不上 诸军的战功 我为此很动心 随即张寻再次自掏腰包 杀牛设宴 赏赐将士后 率领全军出战 徐远在城头 为全军擂鼓 为全军鼓舞士气 张寻则亲自手持军旗 率领部队 向前冲锋 全军将士亦被张寻 汉不畏死的气节感染 人人争先 作战尤为小勇 很快唐军打破燕军 斩杀燕军将领三十余人 士族三千 唐军乘胜追击 击溃燕军 混乱中 燕军连军旗 也被唐军抢走 为了扭转颓势 尹紫棋不断向后方 争调兵力 兵马数量 一度增长至十八万之多 张寻虽然能击退燕军 却始终无法彻底 将之歼灭 尹紫棋借助兵力 与后勤的优势 卷土重来 攻城频率也更为剧烈 张寻为了疲惫敌人 于夜间 在城内 鸣鼓整队 假装将要出击 燕军通宵打弹 不敢休息 处于戒备状态 等到凌晨时分 张寻命城中士兵 做好准备 挺鼓吸兵 燕军在瞭望塔上 瞭望城中 见城中毫无动静 认为虽仰守军 折腾了一夜 也要休息 逐渐安心了下来 又因一夜无眠 疲惫不堪 大部分都卸甲准备休息 在这懈怠松弛之际 张寻率精兵 从城门杀出 直冲 尹紫棋的中军打赢 等到燕军 负责守备的士兵反应过来 张寻已杀到燕军营地内 燕军顿时一片混乱 此意 张寻又斩燕将五十余人 兼敌五千余人 燕军锐气 再次大挫 五月后 城外麦子成熟时 燕军为了困死唐军 派人将城外的麦子 悉数割去 以断唐军良缘 并且派兵日夜监视 虽仰守军的一举一动 燕军不断进击 张寻清楚敌强我弱 战斗不能长久拖下去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 虽仰之为 决定采取秦贼先秦王的战略方针 利用弓箭射杀主将 燕子齐 迫使燕军退兵 但城中将士 无人认识燕子齐 无法辨认燕军主将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 足智多谋的张寻 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张寻命人 以薅草削作箭头 射向燕军 城下燕军士兵 看到以薅草作的箭 认为唐军已弹尽良绝 就前去禀告燕子齐 张寻以此认出了燕子齐 急命手下南继云 拉弓射杀燕子齐 南继云 张寻家将 早年曾在河岸 为人操舟 能左右开弓 力大无穷 且剑法高超 百步穿扬 南继云晚弓搭建 看准时机 一箭正中 燕子齐左眼 主将重伤 燕军陷入混乱 张寻便率唐军将士 趁势出城 差点生擒 燕子齐 燕子齐 带伤败逃 虽扬之围 暂时解除 张寻依靠自己的才智 射伤了燕子齐 暂时解决了 虽扬成被围攻的现状 但燕军队 虽扬势在必得 卷土而来 也只是时间问题 燕军的攻城来势 必然更为猛烈 张寻又将作合部署 虽扬又是否能够守住 唐智德 唐智德二年七月初六 燕子齐 杨好伤病 再次聚拢军队数万 围攻随扬 这一次 他吸取了前几次强攻的教训 采取了维而不攻的战术 打算利用后勤优势 困此孤城随扬 早先 徐远曾指挥将士 囤积了六万弹的粮草备用 可以维持全军用度 一年有余 但期间 宗室国王李聚 以濮阳既一二郡也要防守为由 强征了城中一半的粮草 因此 当虽扬守军面对燕军的再次围攻 自身的粮草也开始不足 将士们每日只能分到一盒米 根本难以保复 又过了一段时间 粮草消耗渐进 唐军连每日一盒米都无法保障 光因饥饿生病的将士就有近千人 十不果腹的唐军将士 只能在城中 罗雀绝数 甚至主盔甲 碰弓弦冲击 由于大规模的捕食 到了最后 城中连鸟鼠都无处寻觅 为了生存 军民只能一子而食 虽扬城中人心惶惶 张寻担心生变 随即带出自己的妾 当着三军的面杀了说 诸公为国家陆立守城 一心无二 长期缺乏食物 忠义之心却不衰 我张寻为了守城 不能割自己的肌肤 给你们将士吃 怎么能吝惜这个妇人 做事局势危迫 说吧 就令将士 把自己的爱情分食 徐远也杀了自己的仆奴 充当军粮 张寻又命令唐军 抓城中的妇女 烹食 把妇女吃完以后 又开始吃老人与小孩 城中的百姓 也未做抵抗 尹紫棋 在得知粮中 城进后 加紧攻城 在加快攻城进度 燕军先是制造一座云梯 上面部署了二百精兵 推至城下 想令士兵 跳入城内 然而张寻 事先在城墙凿开三个洞 等待云梯快临近时 先从一洞中 伸出一根大木 木头末端上 设置一铁钩 勾住云梯 使不得退去 又从另一洞中 出一根木头 顶住云梯 使不得前进 在最后一洞中 再伸出一大木 木头上安置了一个铁笼 笼中装着火 焚烧云梯 云梯从中间被烧断 梯上的士族 全部被烧死 云梯不行 银子骑又造钩车工程 用钩车上的钩子 破坏城上的敌楼 钩子锁经之处 敌楼无不崩陷 张寻准备一根大木 他在大木的末端 安置了连锁 并在锁末 安装一个大铁环 当钩车又工程时 唐军就用大木末端的铁环 套住钩车的钩头 将钩车带入城内 折断钩车的钩头 再将车从城头抛下 之后 燕军又造了木驴车工程 但也被张寻用高温铁水 灌入木驴的办法 将其化解 银子骑 建简单的工程战车 无法有效地攻破隧阳 又在隧阳城 地势相对较高的城西北角 不断堆砌砂土带和木材 企图构筑成台阶 作为登城之用 面对燕军的累石战术 张寻不动声色地 将松明 甘草等易燃物 扔置于街道上 在燕军未发现的状况下 张寻选了个风向有力的日子 出城与燕军大战 同时派人顺风纵火焚烧台阶 于是熊熊大火冲天燃起 燕军无法救火 经过了二十多天 大火才熄灭 燕军在这之后 又尝试了无数的办法 但都不能攻克隧阳 随即决定放弃强攻 将隧阳围而不攻 之后 燕军在城外挖了三道号沟 并围城设置木栅 想长期围困守军 隧阳城攻守双方 陷入了相持阶段 战事发展至此 面对尹子齐 兼毙轻野 只为不攻的军事策略 张寻以及隧阳唐军 又该何去何从 当时 在隧阳附近 临淮的河南节度使 贺兰晋明 和乔骏的都支 兵马使许书记 以及鹏城的浙江部政司 左参议上衡三人 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但却既旦 燕军势大 始终处于观望态势 此时的隧阳城内 士兵们因为饥饿到了 连武器都拿不动的地步 靠这样的军队 如何能抵御住燕军的进攻 万般无奈之下 张寻令部将南继云 坠成而下 率三十惊奇 突围囚员 做最后一搏 新唐书张寻传中记载 南继云率部下骑兵三十 向燕军杀去 南继云在燕军的包围之下 左冲右突 如入无人之境 燕军害怕南继云 高超的武艺 无人赶上前 最终 南继云以损失两人的 微弱代价 率不突围 南继云顺利突围后 就向林淮的河南节度使 赫兰晋明求援 说到虽扬 如果失陷了 我南继云 请求以死 向大夫谢罪 而且 虽扬如果破了 下一个就是林淮 纯寒齿王 为何不救 赫兰晋明 河南洛阳人 玄宗开元十六年 登科进士 安史之乱 被唐朝廷授予 御史大夫 兼河南节度使 赫兰晋明很早就在关注 虽扬之战的发展 但却畏惧于 如今燕军的势大 一直不敢出兵 援助张巡 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 燕军为了更好地笼络唐将 对唐将一直采取的 都是宽容以待的政策 即对于归降的唐军 给予重用 对顽固反抗者 给予沉重的打击 现如今 唐朝与燕之间 还处于交战 甚至整体局势 还向着有利于 燕军一方发展 若赫兰晋明 贸然出兵相助 日后 如果唐朝打败了燕还好 一旦燕成功取代唐朝 那么自己也将成为 燕军下一个铲除的目标 且赫兰晋明 一直以来都忌惮张巡的才能 现如今 有了落井下石的机会 不发兵 既可以得到燕军的好感 又可以借燕军之手 杀死张巡 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 从头到尾 赫兰晋明就打好了 不可能发兵 援助张巡的念头 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堂塞了南继云的求助 但赫兰晋明 却很是欣赏 南继云敢于孤身求援的胆色 有意招揽他 坐自己的部下 为自己守城卫图 多次开口挽留南继云 并为其设宴盛情宽带 南继云眼见赫兰晋明 没有援助之心 拒绝了阎兰 并怒斥赫兰晋明一番后 骑马离去 随后 他又接连向 彭城的上衡 乔骏的许书记求救 但这些人 都想保全自己的军队 不愿前往救援孙杨 南继云一路求援 最后只是得到了 真援 宁陵城使 李奔和连坦 不齐共计三千人的帮助 同年八月 南继云与宁陵城使 连坦一起率领三千将士 援救随阳 当时 随阳城四周大雾弥漫 尹子齐看不到 随阳城头的情况 害怕张继等人 借机逃跑 就率领燕军 将随阳城 围了个水泄不通 南继云身先士卒 率领精锐的骑兵 反复冲击燕军的大营 步兵则借机突入城中 双方的交战尤为激烈 最后 南继云仅率一千人 杀到随阳城下 张继等将 急忙开城门将南继云 迎入城中 南继云进入随阳后 将各地截度使 皆不肯援救随阳 告知了张继等人 城中将士知道 自己已无人相救 身处绝境 皆是痛哭流泪 尹子齐知道张继 已无援军 认为随阳城已是指日可破 将随阳城包围的更加严密 燕军将随阳围了个水泄不通 张继又寻遍援兵不得 随阳城局势岌岌可危 随阳城与张继等人 最终归宿又将如何 唐智德二年八月 尹子齐已包围随阳城越渝 随阳城中已是弹尽粮绝 随阳城中的将士 建议张继保留有生力量 放弃随阳城向东突围 张继反驳了将士们的意见 认为随阳是江淮的保障 如果随阳城破 燕军长驱直入 那么江淮地区必将沦陷 而且现在将士们连走路都费劲 又怎么可能拿起武器突围 现在出城是必死之策 为今之计 唯有尽可能的守城 等待着唐军大部队的救援 燕军在围攻随阳期间 日夜不停地派遣将士 到随阳城四周巡逻 防止张继等人逃跑 张继则借机在随阳城头 劝降城下巡逻的将领 如燕将李怀忠 本是被燕军所掳的唐军将领 效力燕军两年 李怀忠路过城下时 张继劝解他悬崖勒马 重新加入唐军阵营 还对李怀忠说 他作为叛将 父母妻儿都会受到牵连 最终李怀忠被张继说动 率领部下数十人前来投城 燕军围攻随阳期间 张继共招降燕军将士二百余人 且这些人都为他死命效力 又过了一段时间 虽阳城中的将士仅剩四百人 且饥饿越鱼 士兵各个躺在城头上 连手指都不能移动 等到了十月中旬 尹子齐认为攻陷虽阳城的时机已到 率领十八万大军强攻虽阳 最终虽阳城为燕军攻陷 张继 徐远 南济云等 三十六元虽阳守将皆被俘虏 燕军将领尹子齐 对张继等人舍生忘死的表现 十分的敬重 本想劝张继等人投降于己 张继面对尹子齐的劝祥 根本不为所动说道 我恨不得生吞了你们这些叛臣贼子 只是自己有心无力罢了 燕军虽十分佩服张继的气节 但为了防止日后生变 尹子齐最终将张继 南济云等守将三十五人 通通处死 仅留徐远一人遣送回洛阳 以示邀功 不久后 徐远也在燕军的迫害下身死 虽阳一战 张继以一城之地 立抗强弩多年 以自身一万人全军覆没的巨大代价 拖住燕军长达十月之久 消耗了燕军大量的人力物力 虽阳之战历时十个月 前后大小占四百余场 唐军共在虽阳杀死燕军 十二万人 战争的最后结果 虽是燕军取得了虽阳之战最后的胜利 却已错失了最佳进攻江淮地区的时间 天下大势的车轮又开始徐徐转动 虽阳之战 随着尹子齐攻陷虽阳而落下了帷幕 虽阳之战中 燕军一共出兵十八万 自身伤亡十二万 唐军 虽阳守军一万 全军覆没 城内三万余百姓 被虽阳唐军洗劫一空 城破之日 全城寸草不生 虽阳攻守战的惨烈程度 历史之未有 燕军在河南地区大动干戈 却始终无法撼动虽阳 燕军的扩张势头被大大阻碍了 为各地唐军的反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 虽阳战役可谓安史之乱 强弱易变的转折点